宣读圣经 职场行 宣读圣经 解析职场 践行工作神学 活出职场使命 欢迎收看系列节目 宣读圣经职场行 在这个系列的每一集节目中 我们首先会以诗篇作为开场祷告 接下来分享圣经中的一个章节 再讨论这段经文对于工作 工作者和职场的意义 鼓励您每次看完视频后都想一想 如何将您从节目中学到的内容 应用到自己的工作中 现在让我们以祷告的心来聆听诗篇 诗篇第142篇 大卫在洞里做的训会诗 乃是祈祷 我发声哀告耶和华 发声恳求耶和华 我在他面前吐露我的苦情 沉说我的患难 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 你知道我的道路 在我行的路上 敌人为我暗设网络 求你向我右边观看 因为没有人认识我 我无处避难 也没有人眷顾我 耶和华呀 我曾向你哀求 我说 你是我的避难所 在活人之地 你是我的福分 求你侧耳听我的呼求 因我落到极背之地 求你救我脱离 逼迫我的人 因为他们逼我强生 求你领我处理被囚之地 我好称赞你的名 一人必环绕我 因为你是用厚恩待我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学习圣经经文 《创世纪》第43章 那地的饥荒甚大 他们从埃及带来的粮食 吃尽了 他们的父亲就对他们说 你们再去给我敌些粮来 犹大对他说 那人尊尊地告诫我们说 你们的兄弟若不与你们同来 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 你若打发我们的兄弟 与我们同去 我们就下去给你敌粮 你若不打发他去 我们就不下去 因为那人对我们说 你们的兄弟若不与你们同来 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 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我 告诉那人你们还有兄弟呢 那人详细问到我们和我们的亲属 说你们的父亲还在吗 你们还有兄弟吗 我们就按照他所问地告诉他 也能知道他要说 必须把你们的兄弟带下来呢 犹大又对他父亲以色列说 你打发童子与我同去 我们就起身下去 好叫我们和你 并我们的妇人孩子都得存活 不至于死 我为他作报 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 我若不带他回来交在你面前 我情愿永远担罪 我们若没有耽搁 如今第二次都回来了 若必须如此 你们就当这样行 可以将这地土产中最好的乳香 蜂蜜 香料 墨药 匪子 杏仁都取一点 收在器具里 带下去送给那人做礼物 又要手里加倍地带银子 并将归还在你们口袋内的银子 仍带在手里 那或者是错了 也带着你们的兄弟 起身去见那人 但愿全能的神 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 释放你们的那弟兄和变雅敏回来 我若丧了儿子 就丧了吧 于是 他们拿着那礼物 又手里加倍地带银子 并且带着变雅敏 起身下到埃及 站在约瑟面前 约瑟见变雅敏和他们同来 就对家宰说 将这些人领到屋里 要宰杀牲畜 预备研席 因为上午这些人同我吃饭 家宰就遵着约瑟的命去行 领他们进约瑟的屋里 他们因为被领到约瑟的屋里 就害怕说 领我们到这里来 必是因为投资归还在我们口袋里的银子 找我们的错风下手害我们 抢取我们为奴仆 抢夺我们的驴 他们就挨尽约瑟的家宰在屋门口和他说话 我主啊 我们投资下来实在是要抵量 后来到了住宿的地方 我们打开口袋 不料 个人的银子 分量足数 人在个人的口袋内 现在我们手里 又带回来了 另外又带下银子来抵量 不知道先前 谁把银子放在我们的口袋里 你们可以放心 不要害怕 是你们的神 和你们父亲的神 赐给你们财宝 在你们的口袋里 你们的银子 我早已收了 他就把西面带出来 交给他们 家宰就领他们进约瑟的屋里 给他们水洗脚 又给他们草料喂鱼 他们就预备那礼物 等候约瑟赏午来 因为他们听见要在那里吃饭 约瑟来到家里 他们就把手中的礼物 拿进屋去给他 又俯伏在地 向他下拜 约瑟问他们好 你们的父亲 就是你们所说的那老人家 平安吗 他还在吗 你仆人 我们的父亲平安 他还在 于是他们低头下拜 约瑟举目 看见他同母的兄弟 遍雅敏就说 你们像我所说那顶小的兄弟 就是这位吗 小儿啊 愿神赐恩给你 约瑟爱帝之情发动 就急忙寻找可哭之地 进入自己的屋里哭了一场 他洗了脸出来 勉强隐忍 吩咐人摆饭 他们就为约瑟单摆了一席 为那些人又摆了一席 也为和约瑟同吃饭的埃及人 另摆了一席 因为埃及人不可和西伯来人 一同吃饭 那原是埃及人所厌恶的 约瑟使众弟兄在他面前排列作席 都按着长幼的次序 众弟兄就彼此诧异 约瑟把他面前的食物分出来 送给他们 但遍雅敏所得的比别人多五倍 他们就饮酒和约瑟一同艳乐 约瑟吩咐家宰 把粮食装满这些人的口袋 紧着他们的驴所能驮的 又把个人的银子 放在个人的口袋里 并将我的银杯 和那少年人敌粮的银子 一同装在他的口袋里 家宰就照约瑟所说的话行了 天一亮就打发那些人 带着驴走了 他们出城走了不远 约瑟对家宰说 起来 追那些人去 追上了就对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以恶报善呢 这不是我主人饮酒的杯吗 岂不是他占补用的吗 你们这样行是作恶了 家宰追上他们 将这些话对他们说了 他们回答说 我主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呢 你仆人断不能做这样的事 你看 我们从前在口袋里所建的银子 尚且从迦南地带来还你 我们怎能从你主人家里 偷窃金银呢 你仆人中无论在谁那里搜出来 就叫他死 我们也做我主的奴仆 现在就照你们的话行吧 在谁那里搜出来 谁就做我的奴仆 其余的都没有罪 于是他们个人急忙把口袋卸在地下 个人打开口袋 家宰就搜查 从年长的起到年幼的为止 那杯竟在汴雅敏的口袋里搜出来 他们就撕裂衣服 个人把舵子抬在驴上 回城去了 尤大和他弟兄们来到约瑟的屋中 约瑟还在那里 他们就在他面前俯伏余地 约瑟对他们说 你们做的是什么事呢 你们岂不知像我这样的人 您必能占卜吗 尤大说 我们对我主说什么呢 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我们怎能自己表白出来呢 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 我们与那在他手中搜出碑来的 都是我主的奴仆 我断不能这样行 在谁的手中搜出碑来 谁就做我的奴仆 至于你们 可以平平安安地 上你们父亲那里去 尤大挨尽他 我主啊 求你容仆人说一句话 给我主听 不要向仆人发烈怒 因为你如同法老一样 我主曾问仆人们说 你们有父亲有兄弟没有 我们对我主说 我们有父亲已经年老 还有他老年所生的一个小孩子 他哥哥死了 他母亲只撇下他一人 他父亲疼爱他 你对仆人说 把他带到我这里来 叫我亲眼看看他 我们对我主说 童子不能离开他父亲 若是离开 他父亲必死 你对仆人说 你们的小兄弟若不与你们一同下来 你们就不得再见我的面 我们上到你仆人 我们父亲那里 就把我主的话告诉了他 我们的父亲说 你们再去给我的些粮来 我们就说 我们不能下去 我们的小兄弟若和我们同往 我们就可以下去 因为小兄弟若不与我们同往 我们并不得见那人的面 你仆人我父亲对我们说 你们知道我的妻子 给我生了两个儿子 一个离开我出去了 我说他必是被撕碎了 直到如今我也没有见到 现在你们又要把这个带去离开我 倘若他遭害 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 悲悲惨惨地下阴间去了 我父亲的命 与这童子的命相连 如今我回到你仆人 我父亲那里 若没有童子与我们同在 我们的父亲见没有童子 他就必死 这便是我们使你仆人 我们的父亲白发苍苍 悲悲惨惨地下阴间去了 因为仆人曾向我父亲 为这童子作宝 说 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父亲 我便在父亲面前永远担罪 现在求你容仆人住下 替这童子做我主的奴婆 叫童子和他哥哥们一同上去 若童子不和我同去 我怎能上去 我怎能上去见我父亲呢 恐怕我看见灾祸 临到我父亲身上 现在 让我们安静片刻 默想刚刚所读的经文 约瑟面对他的兄弟们 创世纪42到43章 大饥荒期间 约瑟的兄弟们从迦南来到埃及 想要买粮食 因为饥荒也严重影响到他们的地区 他们没有认出约瑟 而约瑟也没有向他们表明身份 他主要通过商业语言跟他们打交道 在创世纪42到45章 银子这个词出现了20次 而粮 粮食的粮 这个字眼则出现了19次 粮食交易 为错综复杂的家庭角力 提供了框架 那在这种情况下 约瑟的表现有些狡猾 首先他向兄弟们隐瞒了自己的身份 这虽说不是公然的诈欺 不像雅各骗取长子名分那么恶劣 但确实不算光明磊落 第二 他严厉地指控他的兄弟们 给他们罗制子虚乌有的罪名 总之呢 因着他们之前对待约瑟的方式 约瑟此时便利用自己的权利 来摆布这一群他认为可能不可靠的人 他想要知道 这些人现在的品行如何 二十多年前 他曾在他们手上吃了大苦头 有十足的理由不相信他们的言行 及他们对家庭的忠诚 约瑟的方法几乎算是欺骗了 他隐瞒了关键信息 玩弄手段 操控形势 他扮演刑警角色 进行言辞审讯 他遮遮掩掩 又期待可以从兄弟们身上 得到可靠的消息 根据圣经原文 西伯来语中的狡猾一词 Oma 即衍生字 也可以翻译为 正确的判断 精明 智慧 一方面 创世纪三章一节告诉我们 所有野兽中 蛇是最狡猾的 这个你可以参考 新普及一本 那蛇 用狡猾的伎俩 来达成他那邪恶无比的目的 但是另一方面 圣经也告诉我们 我们需要有远见和技巧 才能够在困难的处境中 完成和神心意的工作 在马太福音十章十六节 我们看到 耶稣教导门徒 要像蛇一样机敏 像鸽子一样寻良 新普及一本 圣经也经常赞扬 为了达成崇高目标 而展现的精明 例如真言书一章四节 以及真言书八章五节十二节 约瑟玩弄手段 目的是要测试 他兄弟们的诚信 而他们确实归还了约瑟 偷偷塞到 他们行李中的银钱 他又进一步测试他们 慷慨招待最小的弟弟 宾雅敏 远超其他兄弟 结果证明 他们已经学会不再内讧 不再像当初 骂约瑟为奴时那个样子 如果把约瑟的行为解读成 只要我们站在神这边 我们就可以把欺骗合理化 哎 那就过于肤浅 不过呢 常年的工作和为了服侍神 所受的苦 让约瑟对局势 有更深的了解 神要使他们成为大国的应许 此刻似乎岌岌可危 约瑟知道 靠他自己的能力 无法拯救他们 但他运用神赋予他的权力和智慧 去服侍 帮助他们 这里 有两个重要因素 让约瑟与真正的狡诈者区别开来 首先 他这些操作并没有给自己带来好处 他已经从神那里领受了祝福 而他的行为只有一个目的 成为他人的祝福 他大可以利用兄弟们的绝望处境 索取更多钱财 他知道他们为了生存 会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但是呢 他选择了拯救他们 其次 在给出祝福之前 以上那些看似狡诈的行为是必须的 如果约瑟一开始就公开表明身份 他就无从得知 那些兄弟们是否值得信赖 感谢收看系列节目 宣读圣经职场行 鼓励你每次看完视频后都想一想 如何将节目中学到的内容 应用到自己的工作中 宣读圣经是在集体中规律聆听整本圣经的属灵操练 读完整本圣经只需100个小时 建议你除个人灵修之外 每周与同伴操练宣读圣经 坚持一年 便可读一到两遍旧约 两到三遍新约和诗篇 欢迎下载戏剧圣经app 收听整本圣经内容 或下载环球传播app 收看节目 本节目由宣读圣经 工作神学 职场使命 与新加坡环球传播 联合制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